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Tony 这是Tony自由美股频道 Tony自由美股,跑赢大盘,实现财富自由 简单的回顾一下Tony频道的一些视频 在过去的大概一个月左右吧 就看这个标题大概 NASDAQ16000 就是说Tony在那个时候呢 预测到NASDAQ会突破了这波盘整了之后 就能达到16000 等会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现在怎么样 再evaluate一下 然后Tony说大篮球不错 会有这个比较好的回报 大概是FAANG大篮球在这里领涨 这一期呢 我也就应邀做一个大盘的一个简短的一个分析 下周的一个展望 下周的财报会出来很多 大篮球的财报 包括这个亚马逊星期四周财报 好,还是先拿NDX来说 这是NASDAQ100的index 这波大的行情 这波大的盘整 Tony一再的在说 就是从这儿到这儿的这么一波盘整 结束了之后呢 它已经起来了 对吧 最近有一个小幅的这么一个下探 大家呢也基本被吓得够呛 是不是就认为那时候唱空的又开始出来了 说大盘要崩盘了 要啥了 Tony还是把它定位到一个小的回调 包括 你看Tony之前的几期视频 包括就是说 Tony认为连个回调都不算 因为它是在这个我的均线这个地方挂住了 直接就上去了 在这里就算没挂住 再下探到中期均线 那可以到可以叫回调 现在来讲的话 根本就不是一个回调 到这儿如果没跌破的话 在14557这个地方没跌破的话 那就是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 好 目前来讲的话 上周非常强力的拉升 每每天都是阳K线 12345 五天阳K线出来 强力的就直接微型反转 足够给力 拿斯达克是足够给力 也不错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周线图 看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周线图上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没有一个大的问题 去16000的话 已经非常接近了 你看15000突破了之后 到16000就是直尺就到 近代直尺 退手可得 这么个意思 托尼说了 出了这个盘整了之后 它不会有太大的回调 就慢慢的在这 就这种小幅的就就上来了 为什么到16000呢 16000其实并不是只是一个范围 这个照这个走势的话 到17000也是很正常的 当时托尼一个月之前 对吧 看到16000就是说是一个 大概的 大概率下的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 至于它能不能到17000呢 托尼认为也是现在概率也在逐渐增大 托尼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 总之就是说短期的现在还是一个小一轮牛市的一个上涨 从很多股票上也可以看到这种迹象 SP500 SPX图上来看的话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比值的走势 你看这个完美的这么一个比值 就是一条线的45度角的上升 我觉得这个简直是这都是人物 不可思议 就是说怎么可能这么比值的这么一个标准的一个走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跟我们的群友说呢 如果还能赚不了钱的话 那就是真是自己的问题了 华尔街我觉得现在对美国大众是挺好的 你别说他印钱什么的搞那些政策 就是说他维持这个股市这么比值的上涨 没有大的回调大的波动 对投资者来讲已经是非常利好了 这个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 在这个COVID-19之前对吧 托尼就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过了这村就没这点了 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情形下 一定要抓住机会跑赢大牌 然后积累财富 你的第一桶金的积累就在当下了 你在再过个两年 比如说COVID结束了之后 一切回归正常到时候还不知道出现什么呢 到时候美联储开始加息 然后股市的大跌 百分之二三十的一个大跌 这个都是未来的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通胀率猛上 通胀率上 然后这个美联储加息 对吧 那时候股市的走势就不会像这么 这么一条直线式的平稳的上涨了 这种情形简直是那个叫怎么讲 胜在福中不知福 还有那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比方说你在这进股市 含着金钥匙就出生了 一直上涨 当然了 大家就开始害怕了 对吧 会不会大跌啊 百分之十的回调又来了 不拉不拉不拉 然后呢 咱们就看事实 你就你要是炒股的话 就看事实 你必须要有数据 对吧 你不能说别人说了什么 然后根据那个来炒股 那都是没用的 别人说什么 然后做什么 做什么的话就会反映到这个股票的价格 就会反映到这个趋势里 反映到这个技术分析 每一根K线就会反映到每一根K线 如果大家都在卖 上个礼拜的K线就不可能出这么一个阳K线 它出了阳K线 就是说明大家都认为 现在市场还在涨 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担忧 所以托尼的频道 托尼还是聆听市场的这个K线给出的声音 然后按照实际的数据做操作 如果市场说现在还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那就放心的买涨 当然这个不能排除风险控制啊 风险控制 这是另外一个范畴 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 这可能以后拆开托尼再讲嘛 你要是进入市场的话 必须要这个有风险的意识 和这个控制好仓位 这个都是必须的 这是都不用再说的 托尼不要重复说这些东西 托尼斯的话 稍微的有这么一点点complex 不是那么streetforward 怎么讲 就是不像那个那两个走势 那么简单的明了 有点复杂 看这个结构就有点复杂 他还在这个区域做一个盘整 托尼之前视频也在说 对吧 他在这么一个区域盘整 上周的k线是收上来了 没有继续再往下跌 等于是在这个均线的这个地方 339 340块钱站住了 然后拉了起来 那我们下来面来看一下这个日图 好等一下 这个MACD的话 这个背离还是存在 还没有完全解除 但周线图上他会慢一点 他至少得下周这个阳k线拉起了之后 才能有所改善 他会有一个滞后 所以说呢 通定现在根据日图来讲的话 不是很担心 日图上来讲的话 这个上涨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了 从这里 你看MACD在上涨 这个stockist下了一下之后 调整了一下之后 开始已经往回走了 这个整个的这个价格的这么一个架构呢 是这么这么走的 大概率的就是ABC三浪的这种走势 ABC 照这样的话 原来的这个浪有多长呢 就基本这个C浪的和A浪的这个 这个长度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大概就到这儿 就继续上去了 而且像上周五的这根K线收出来了之后 等于是站上了镜线 站上了完全保持在外 而且没有影线 而且比较实体 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迹象 就是说下周的话 有望就继续再出这么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实体K线 就慢慢的往上涨 那就是大概率一种走势 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种走势 这个也非常合金合理 也就是能够 和那两个大的指数就比较符合了 对吧 Russell 2000虽然比较弱的话 但是到了这个底部 轨道的底部呢 也等于是有了反弹的一个迹象 这两根阳K线出来之后 就是短期的一个见底 然后再回一下 回错一下 非常标准的一个走势 然后再继续往上 现在这个指标呢 也逐渐的是有好转 准备是扭转向上的这么一个走势 就是说看来这个Russell 2000的也是基本在这撑住了 也不会说再有一个破位 比方说破这个2104往下跌的 那么他如果破了这个位跌下去 那就是会跌得很深 但这种情形的话不符合其他几个大指数呢 那么都在上涨 就他往下跌 这个也是不符合的 所以说这种概率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 这期着重的就着重于Faang 先看亚马逊 亚马逊的话 亚马苹果通天说了 得意可以安天下 就是说他之后会有一波非常好的上涨的一个行情 突破了这个之后 你看他现在呢 在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 震荡上行 他上个礼拜他虽然呢 下探到了这个底部 在这撑住了 通人认为大概的架构是这么一种 看这两个盒子通人已经画好了 就基本就是按照我的这个盒子的走势 缓步的上扬 当然他会有一波三折 下礼拜的走势呢 就基本要到盒子的顶端了 3750 把这个拉进来 下周要出财报啊 这个亚马逊的财报是在 在星期四 所以说财报之前的走势 会不会有很大的波动 会不会这个下降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过去的历史上的这个最近的 最近的一些这个Earning 和他之后的价格的走势 好看这个图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个E 就是出Earning的地方 就是说在这天出了Earning之后 然后就一个跳涨 虽然跳涨了之后呢 他之后就填补了这个空白 填补了这个跳空的一个缺口了之后呢 然后就基本是震荡上行 对吧 这是第一次 出了财报之后还不错 基本是这么一个横盘 然后震荡上行 好 这个呢 是去年11月 出了财报了之后呢 也是一个跳涨 然后还猛跳了两天 猛跳了两天了之后呢 又开始回落 这就说明这个财报 对他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 只是影响了短期的波动 短期的波动 等于是做了一个过山车 你看 然后呢 就回来了 他该怎么走还是怎么走 因为原来的价 价格的结构 现在我们能看到全局啊 当时是看不到 但是就算现在我们往回看的话 他他之前的走势呢 也是这么一个回落了之后 打到了均线了之后 得到反弹 然后呢 慢慢的沿着这个趋势线在走 我的意思是 他是重新的 做了过山车了之后 这么一个过山车回来了之后 还是按照这个 技术上的趋势线在走 好 再看这次二月份的 二月份的财报出来了之后呢 也是其实呢 当天第二天也是跳涨了一下 当天也是一个涨 然后呢 就开始往回走了 开始往回走了 往下下砸了 因为大盘的时候 那时候是估计是在往下走 所以说他随着大盘 也就最后到达了一个 非常一个深的 往下的一个深探 五月份的这次财报出来了之后呢 就开始下降 就基本是一路在降 因为这个地方在技术上 是到达了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 你看这个 这个经线在这摆着呢 就是一个整理区的一个 相对的非常高的一个高点 在技术上来讲的话 他也是欲高 冲不过去了 然后他就下来了 很好理解 好 下次财报就在这了 下次这次财报呢 技术上又不一样了 技术上之后 技术上来讲的话 是已经突破了这个大型的一个整理 然后已经趋势向上了 而且大盘的话 现在也是非常给力的一个 向上 刚才我们呢 已经分析了大盘 对吧 纳斯达克 道理公司 SP500 都分析了 都是一个上涨的 这么一个趋势 这样的话是一个 形成了一个共振 等于是 大概率的情形呢 他财报出来了之后 可能会大涨一下 但是短期的 他要回归 比方说那个坐油过山车 回归到这个均值也是很有可能的 现在他的均值价格 怎么叫均值呢 特内认为这个中轴线 就是他的这个短期啊 他的走势的这么一个均值范围 你如果在均值线下头的话 如果他能够下探到均值线下头的话 他必然会拉起来 然后围绕着这个中轴线在走 而且还有大概率的一种可能 就是说他根本不可能下探到中轴线之下 就直接利用中轴线呢 作为一个支撑在走 当然最好的走势呢 就是这样 在盒子里头震荡震荡上来 然后在这震荡一下 然后继续拔高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牛市的这种 涨三天退两天的这么一个走势 但是呢 慢慢的长期来看的话 你看他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越来越高的 好 做亚马逊的话 你要也必须要能够承受波动 因为他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3000多块钱 对吧 他没有拆股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拆股的消息还在喷顶 估计大家都在希望他能够拆股 有这么一个好消息了之后 其实拆股呢 对于他的基本面和他的 都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但是呢 大众们就喜欢拆股 拆管股的话 短期呢 又能爆发一下 对长期的价格走势是毫无影响的 但拆股就这么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价格便宜了之后呢 就可以吸引这个更多的人啊 更多的散户们 刚刚入门的韭菜们 都会来买啊 你要太贵的话 他嫌太贵 他说这个3700块钱 这不是太贵了吗 买不起 啊 韭菜思维 那个没办法 就说给你们拆一拆了 要是能拆成370块钱 便宜 多买点 还有一个好处 对Tony本身个人的操作 其实是有好处的 因为Tony要是买option card的话 现在一个cual是很贵的 如果你的拆股了之后呢 那option card呢 就像苹果拆股了之后 啊 option card就相对便宜一点 就是说价值价格便宜 你就可以一个一个的买 对吧 然后加仓呢 也好加 而这种这个大的波动 这个亚马逊大的波动的情况下 你在这假设买了一个cual 在这买了一个cual 然后在这 你在中途你很难加仓 因为他每个cual的这个钱比较多 啊 你必须要等到合适的价位 但是理论上就是说 在这第二价位加一个仓 在这 你买了之后 不小心被这个短期套牢了 然后呢 第二到盒子底部呢 再加一个仓 啊 就是说你加仓就不能够那么得心应手的加仓 啊 回到这个亚马逊的话 哦 我想说的 他的波动还是蛮大的 所以说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和风险 然后呢 嗯 另外一个scenario 他的有可能会下探啊 有可能就是说不能排除 就是说假设他财报不好 什么玩意儿开始大跌了之后 大跌也不怕 他最多也就是跌到技术线的这个地方的支撑 没有什么太大基本面的变化 这个跌到这儿 你的你的portfolio必须能够承担这个风险 你在大举的 你在进入亚马逊 做好这个打算 那就万无一失了 他如果跌破了这儿 你说假设如果跌破了这儿的话 那我们就暂时离场吧 那就那等于已经跌破了跌破了趋势 那时候估计要离场了 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 苹果突破了之后一个下探 然后通通说了他在这么一个三角的一个区间做一个整理 现在呢 拿斯达克V型反转已经起来了 他但是他呢还没有说突破这个前高 所以说他有可能在这再徘徊一下 有可能就直接上 无所谓 总之他的盘整的一个区间是非常小的 他也就在这个区域 目前在做一个盘整 然后盘整结束了之后 就是继续拉升上涨 苹果是周二出财报 比较近了 那只有周一周二 那周一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举动 也有可能是短波 短期的拉一波 周一周二 然后出财报 反正只能控制仓位了 这个没有其他的办法 这个预计财报之后 他是大涨还是大跌 这很难预测 可以说用一些 你如果这个浪的仓位太多的话 可以用一些铺的option 短期的铺的option 比方说你买这个周末的 星期五的铺的option 比较相对便宜一点 但是用铺的option做保护的话 也有这个 也要花钱对吧 就等于是一个买一个保险 买保险都是要花钱的呀 那是固定的一个支出 而且你仓位大的话 那你花的钱就得多 你就多上铺的 虽然星期五的铺的 它可能便宜一点 你可以把价位 比方说打低一点 打到143块钱 做那个地方的星期五的铺的 就是说万一它有黑天鹅事件 你要是实在担心的话 防止黑天鹅的话 就上poot保护一下 那就花点钱买点保险吧 Google一路在涨 这个tony的话一直是没有进入过 等于是错过吧 只有我的那个ETF里有 FNGU比方说 ETF里有这个 FNGU整个的这个走势呢 还是不错的 它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盘整 这个图形很难画出来 确定是什么样的一个盘整 反正是在这盘整一下 tony认为之后 它盘整结束之后就是上涨 继续呢突破上涨 这样的话 就能够预示呢 各大蓝筹们 FANGUM 就要继续的 一波的拉升 因为这个还没有完全 还没有结束嘛 在这一个大的架构 你看W底 这么一个大的架构 突破了之后 在这做一个盘整 非常好的一个教科师 说的式的走势 然后起来了之后 就是一个大的拉升 没什么好说的 Google的话 星期二要出财报 这个 突然也不好说 他出了财报之后 怎么样 反正现在是一路比值的上涨 一个走势 有可能现在有点高 可能会回调 但是回调了之后 回调也不是说 不能算回调吧 回调到这个短期的均线而已 Facebook涨得也不错 等于是他完成了这么一个小盘整了之后 一个跳涨 非常标准的走势 Microsoft 你看也是一路的在涨 现在已经涨到289块钱了 通通力的目标为270块钱 当时是太低了点 Netflix现在表现其实不是太好 还在这盘整呢 不过短期呢 是一个见底 短期是一个见底 他这其实如果买的话 又可能又能翻回去550 就是他的上下来回的认荡呗 这没有什么趋势可言 就是一个横盘 就是你要想操作这个的话 就是低买高卖 不是说有个说法 这个Netflix应该被取缔 FANG了吗 用NVIDIA替代 NVIDIA也是N 大头 最近是飙升的比较厉害 NVIDIA现在目前还是一个盘整的一个走势 暂时有可能是 怎么感觉到上不去了呢 有点是这个三浪的一个下跌 三浪的这么一个调整 调整到这了之后 或者到这 或者到这 然后再往上走 总的大趋势还是在这个上涨 就算它不上涨 它形成一个头部了之后 到时候再看 特斯拉还在盘整 就是说还需要一周的时间 通常上级视频是不是说了 一把二天的底部架是在这 所以说还要一二三四五六 大概五六天的情形 然后它就开始往下走 底扣价开始往下走 这个你看这根线 这根线就是一把二天的MA 这个它现在弧度向下的压制 到时候呢 如果它的价钱能够跳起来的话 它这个压制它就会扭转 它成平了 它就平了 平了之后 再过一周 大家的所有的均线都在这持平 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点位 时间的点位 在这了之后 大概率的话 当然是希望它能够这么就 所有的均线发散就开始起来了 这时候价格是这么总 比方说 那就不错了 咱们是美代 看它是不是能够像这个这样的走势来走 好 总体的期是希望大盘呢 下周继续飙升 好 祝大家这个下周交易顺利赚钱 点赞订阅同学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